熊狮在交配时 为什么会咬住雌狮的脖子 难道是有什么难言之隐吗 在自然界中 任何强大的物种都需要进行交配 才能将自己的种族发扬光大 狮子也不例外 然而当我们观看纪录片时 却总能看到交配时的熊狮 总是死死地咬住雌狮的脖子 结束后甚至会扭打在一起 这究竟是为什么 难道有什么难言之隐吗 其实这种现象和它们的身体构造 有着很大的关系 作为典型的猫科动物 狮子的舌头上长着密密麻麻的稻刺 这些稻刺不仅可以帮助它们梳理毛发 还能够在捕食的时候 快速将猎物的皮肉分离 除此之外 在狮子的生殖器上 也同样长着很多类似的稻刺 因此在与雌狮进行交配时 生殖器上的稻刺会导致它们十分痛苦 不由自主地想要挣脱 然而为了能够成功完成交配 熊狮不得不咬住雌狮的脖子来控制它们 而它们交配完毕后所发生的短暂打斗 也是因为雌狮在交配时所承受了太多痛苦 使它们的心情十分不好 却无法在过程中挣脱 只能在结束后发泄自己的情绪 这样看来 雌狮虽然承担着繁衍后代的众人 但是面对一些自己不愿意的事情 它们只能选择忍气吞声 那么为什么它们只是发生短暂的打斗 而不是直接翻脸呢 事实上 这是因为雄狮和雌狮的实力相差悬殊 如果真的打起来 雌狮根本没有获胜的可能 所以为了避免自己受到更多的伤害 雌狮是不会真的和雄狮翻脸的 并且在狮群中 雌狮还需要依靠雄狮生活 如果没有了仪仗 之后的生活会更加艰难 值得一提的是 狮子之间这种短暂的打斗行为 也是它们交流感情的方式 只有这样它们的关系才会越来越清静 雄狮生殖器上为什么会长满盗刺 难道是有什么重要作用吗 由于猫科动物几乎没有一夫一妻的现象 每只雌狮都会和不同的雄狮交配 所以在雌狮的体内 经常会残留上一只雄狮的精子 在这时 与雌狮交配的雄狮 就会用生殖器上的盗刺 将雌狮体内的精子全部挂出 从而更好地将自己的基因延续下去 然而它们的盗刺 可不仅仅只有这一个用处 在它们的交配过程中 雄狮生殖器上的盗刺 狮子会使雌狮感觉到十分痛苦 这种痛苦的感觉 会让它们它们分泌出一种 促进卵子成熟的物质 只有让成熟的卵子和精子成功结合 才能提高它们交配的成功率 除此之外 在雌狮受伤以后 身体上的伤痛 会让它们排斥下一个雄狮的交配要求 虽然并不能完全避免 但是在一定程度上 可以提高雄狮延续基因的概率 在狮子交配的过程中 还有什么特殊的地方吗 狮子给人们的印象 一直都是凶猛无比的野兽 甚至有着草原之王的称号 但是却很少有人知道 狮子的交配时间 每次都只有几秒钟左右 与它们的形象极其不匹配 为什么在狮子勇猛的外表下 却有着如此难以七尺的秘密呢 有科学研究表明 大部分熊狮的精子质量并不好 超过70%的都是畸形精子 所以想要让雌狮受孕 其实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 为了能够成功将基因延续下去 它们不得不缩短交配时间 提高交配次数 因此熊狮在繁衍后代时 每天可以进行50多次的交配 所以狮子交配时间短的现象 也只是自然发展的结果 可是一天交配50多次 这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熊狮究竟是如何做到的呢 其实这是因为在熊狮的身体上 有一根特殊的骨头 叫做杆状骨 这根骨头可以帮助它们提高交配次数 其实自然界中很多动物的身体上 都有着一根这样的骨头 不仅可以帮助它们繁衍后代 还可以用来当作 区分动物性别的特殊部位 那么人类的身体上为什么没有这根骨头吗 由于我们进行了很长时间的进化 在这个过程中 身体上的很多部位都消失了 肝状骨也是其中一个 因此人类的身体上才没有这根骨头 但是肝状骨的消失并不会影响我们的生活 所以不用太在意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对此你还有什么不同的看法吗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红布 您儿童韬韬韬oe 您将新完成 问问 2000